大家好,我示範如何製造褲子 剛才我跳Arobic那條褲子 我不是膠帶,剛才那條影片是示範我這條褲子穿出來的型 我用一條牛仔褲做一個版 這牌子是Levi's 它是Ashley系列 這個型號會在膝蓋的位置 膝蓋的位置會比較窄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喇叭 這個型號會是這樣的 膝蓋的位置是收窄的 大腿位也是貼的 但這個位置是小小的喇叭褲腳 所以剪布的時候 一定要前腹剪完再剪後腹 如果是方便的做法 就是放好一塊布 然後呢 這邊不用剪 然後只剪這邊會比較容易 不過這個型號就是膝蓋的位置會不條 好,那就示範如何做 微穿不裂 滾氣 這邊是腰部位 這是低腰腹型的 但我又覺得沒什麼需要跟足 稍後會切開這個位置 這個腹型前面會比較小 前面的腰部位是比較小 前面的腰部位是比較小 後面的腰部位是比較寬 所以是比較寬 準備了滑粉 那些腰部位都差不多 正面的腰部位是差不多 這邊照滑 現在就是臨部位 正面的腰部位 我們可以讓腰部位 這就是股部位 現在是腰部位 是股部位 這是股部位 這就是股部位 有幾乎 在股部位 在股部位 像花枝一形上 aula 第一條線 要遇到大概半吋位 想要這麼闊的車園之後 但在做之前也要遇到大概半吋位 因為鞋子要閘兩條直線 再閘兩條直線 再閘骨 這樣會稍稠一點 這個位置差不多半吋 底部 面這塊差不多是照滑 就可以了 這樣便到腰部位 因為你車好之後 也會這樣反進去做橡筋褲頭 這個位置 我便喜歡做直線 就是這樣 第一層很闊 然後第二層 這個位置稍稍會剪 就這樣做 這樣做完之後 這樣掘進來 做那個橡筋褲頭 如果出去買的會有一個浪文布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買 很難會買到這個色的布 以及買這個色的浪文布 因為始終我們都不是做廠 即不像別人的廠 那些訂貨 要什麼顏色 要什麼什麼 即是很難的 那就自己用回 最金褲頭沒有問題 這樣呢 這樣就畫那個 複浪位了 這個位置 這樣就畫那個 又是半寸的位置 這樣吧 好幾乎 我來講 好幾乎 對 好幾乎 我們不想持久 看一看 還有 你們 有很久 喔 打開 然後再畫一邊直線就可以了 底部的幅是大一點的 按照畫就可以了 如果有多的幅度就放進去 我本身是這條牛仔褲 它的彈性是一般的 我現在用的是Cotton 即是純棉 但我本身做了桃紅色的 螢光粉紅色的就是 加了Leica的棉 我的彈性會更厲害 不過那個 布不夠多 即是我賣光都只有這麼多 長度不夠 所以無法示範其他條 那就用另一個布來示範吧 那底部的幅度就 即是等於我 即是等於我 即是一陣子也要挖進去 那就畫到褲腳位了 那褲腳位呢 那邊要做直一點 那邊要做直一點 就不要再去… 即是一陣子摺進去那個位置 好像褲頭那樣 那樣 那就要打直一點 即是你的小喇叭來到褲腳位 然後只剩下一個位置 因為要對摺進去 那就做回一個… 大概一吋鬆一點的直線 那你屈回進去的時候 很容易 如果你繼續這樣插進去 那你收進去就會不漂亮 … OK Instr Й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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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好一碗 剪好這個,待會再畫面 剪好這個,待會再畫面 底部 前面的兩幅已經剪好了 也是跟著形狀 只是在褲頭和褲腳 遇到對摺的位置 再做後幅 剛才貼著這樣做 現在做底部那幅 因為褲子比較寬 所以要做兩隻手指的位置 即是遇到寬闊 以及扯在裏面的薄口位 我大概這樣做 即是遇到一吋多一點 其實如果做習慣了 就不用畫也能剪到 即是你預算跟著形狀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使用 我的功能 先按一按一按 boy 5點 彈到了 5點 外甩 完成 超級距離 趁頭 趁頭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褲型已经剪好了 我用大头针挤好四边 褲的侧边 褲的内侧 大边 这边是大边 这边是小边 刺刺刺刺才要小心 检查 如果有花纹 有花纹可以在里面 就要靚在裏面 現在我這個就沒有所謂的 如果剛開始做 用正式的製造就不錯 不用太煩 而且又要對花 一會兒再看 用普通衣車 就載在這邊 然後載在褲子 載在那裏 一會兒再製造 因為褲子 都要穩妥 車載兩行直線 接著 再用閘骨衣車 再多一次 一條褲子 就反轉它 這樣就放進另一條褲子裏面 這樣 不漂亮的兩邊 就背著 不漂亮的兩邊 要背著 即是做面那兩邊 就貼著 那裏面那邊 那裏面呢 就要背著的 那接著 再用一些大頭針 吉器 再車回 用平腳衣車 車回兩行線 那接著 再閘骨 那接著 就可以 製造褲腳 和褲頭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 那一會兒再看 浪就和浪對著的 這裏面 那裏面 也要對正一點 這個十指位 一會兒再看 那那 腰圍 和褲腳 也 合在骨 然後 就可以 捲回褲子裏面 然後再套 然後再套 那 褲腳先棄一行 如果腰部位可以在下面的行线 中间又转一行线 但要留一个开口位 留一个大概一寸的开口位 或者一寸多一点 由这里开始转 由这个位置开始转 下面转 然后转到这个位置 留一个开口位 用来想象的 一会再看看 褲子已经整好了 褲脚 就转好了 褲子 腰围 就在中间转多一行线 就可以穿到两条小的橡筋 就完成了 完成了 一会儿 就完成了